卖出去多少了? 也就嘻嘻啦啦几个人来问,但没有人买,价格都一样,人家就去保生药铺买了,说是那里的药应该更正,而别的药铺已经又开始降价了。 也就是说,现在这药丸子就跟别的普通药材一样,没有人会买回家囤着,只有生了病才需要到药铺子来买。 价格也不能够抬高,只能够买个辛苦钱,还要担心这药丸子会没变。 这些日子,老子是白忙活了,没赚到大钱还要亏本,再派人去南洋,把安利福直接给我抓回来, 再给我去查,查安利福的儿子,把心安的人都给我查一遍,给我查! 接下来的三日,许世杰都在调查安利福以及和老安家有关系的所有人。 那,那是三叔,我没有眼花吧,他,他不是跑了吗? 还不是他得罪了许世杰,许世杰要找他麻烦了,不过,这许世杰也真是够棒锤的。 陈老板给他透露安利福的踪迹,他是有时来听了吧,他竟然到现在才拿住安利福。 小月,别去招惹是非了,让许世杰去对付安利福就行,咱们还是办咱们的事吧。 可是,我想看看许世杰要怎么对付安利福啊,反正时间还早呢。 再说了,有大老爷在镇子上做堂,就算许世杰发现了咱们,也不敢把咱们怎么样。 嗯,多一事,不如少一事。而且,许世杰和三叔的恩怨,我一点也不想知道,我只想我们两个能好好的,平平安安的。 好吧,回头咱们办好了事,去宝生药铺做做。 陈老板和许世杰一向不和睦,陈老板一直盯着许世杰呢,到时候跟陈老板打听,也就什么都知道了。 这样最好了。 好什么呀,听人转述,哪有看现场直播来的刺激啊。 小月呀,你来看你姐吧。 沈老板,我姐初来乍到的,还希望您多关照,这些日子她怎么样呀? 好着呢,你姐有灵性啊,你说就会,一点就偷,我就喜欢这样的学徒。 我估摸着,你姐再熬个半年一年的,那手艺一定能超越很多绣娘。 现在我已经让她上手绣一些简单的东西了,她这人也勤奋,你是给我推荐了好苗子呀。 你这又是给我推荐学徒来了? 她是安小梅,是我堂姐,就是上次我大伯母凡事的亲闺女。 不过,小梅姐不喜欢刺绣,她是陪我来看我大姐的。 沈老板,不知道这会儿方不方便让我解歇一会儿,小搬个时辰就好。 有什么不成的,我又不是黑心的老板。 哎呀,这丫头眉清目秀的,看着就是惠之蓝心。 她娘手艺那么好,她肯定也不赖。 小梅丫头啊,有没有兴趣来我的绣妆做事啊? 我,我不太喜欢刺绣,多谢沈老板好意。 沈老板,人更有志嘛,您就别难为我小梅姐了,她面子薄,别吓着她了。 行,你给我送来了一个安小梅,我已经很满意了。 哎,对了,你大伯母绣屏风怎么样了,这日子可是一天天的过去呢。 而且,我交货也是有期限的,现在我庄子上的绣娘都忙翻天了,每天就睡三个时辰,有时候还不到呢。 您放心,我大伯母做事情很惊喜,每天都赶着绣,电热不会误了时间,而且质量绝对上成。 好啊,那我就准备好银子,等着一手交货,一手交钱了。 哎,你姐来了,你们聚聚就是,她手上绣的是帕子,倒是不用赶工。 哎,小梅过来,跟沈静兰行礼后,就被安小月拉去了茶楼。 她小月姑娘,我们东家听说您在这喝茶,说有事情跟您说,想请您一步去一套保身药部。 指定就是安利福的事,我正想办完事去打听呢,那就先去吧,我倒是很好奇,那许世杰到底把安利福怎么了? 何止是安利福啊,许世杰要收拾老安家一家子,具体的我知道的也不多,还是请您走一趟吧。 好。 小月姑娘,我们东家有急事找你,说是跟安利福有关,让你去一趟米铺子。 小哥,麻烦你跟你们东家说一声,这事我大致知道一些,现在要去保身药部,谢谢他派你来报信,我回头再去亲自写他。 小月姑娘啊,你可算是来了,怕是要出大事情了,如果现在不拦着,你们老安家可能要遭大难的。 那许世杰是挠了,砸了七百多瓶药丸子在手上,所以这次他怕是要玩大的了。 许世杰查出了安元峰的债务问题,对吗? 查出来了,这安元峰的债务谁不知道呢,只是都不张扬而已,都怕他哪一天当了官,回来报复杀的。 只是,这债务还是其次,利滚利到现在也就一千多两银子。 小月姑娘若是愿意帮他偿还,凑一凑,借一借,还是能还上的。 但关键是安元峰在妓院赌方的欠债自决,一旦事情闹大了,不仅明年不能进京赶考,而且秀才身份也会给撸下来。 如果安元峰不能当官,老安家自然被债主围攻,即便你们分家出来了,怕是也难逃干系啊。 我不会帮安元峰还债,一文钱都不会拿出来,至于他能不能当官,跟我安小月一丁点的关系都没有。 就他那吃喝嫖赌,五毒俱全的臭德行,就算当了官,也是个贪官,绝不会造福百姓,反而会危害一方。 话不能这么说啊,即便你们分家了,如果能保住安元峰,以他的财学,明年哪怕当个芝麻绿豆的小官,对你也是大有好处啊。 以安元峰自私的本性,他是绝不会照应我的,他连自己的亲妹子都会算计,更何况,我这个一向跟他不和睦的堂妹了,我不想占他便宜,我也不想被他牵连,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呢,没想到这是安元峰的事,那就让老安家顶着去吧。 你们虽说分家了,但万一追究起来,那欠债的时候,你们还没有分家呢,这很多事情不得不防啊。 陈老板,我早就知道安元峰欠债的事情,所以分家的事情,写的字句都特别说明了,老安家的债务与我们无关,所以赖不到我们头上。 小梅姐,你们大房的分家字句也特别写过的,你也无需担心。 嗯。 那安元峰是有潜力的,虽然你们平日里关系可能不好,但你这次如果能救下安元峰,阻止许世杰把事情挑出来, 再帮安元峰还下欠款,他一定会感激你,日后他若是当了官,稍微扶持你一样,你的生意绝对轰祸呀。 是陈老板想攀附官员,却找不到门道,所以才一直帮安元峰说话吧。 嗯,如果小月姑娘要救安元峰,我可以出三百两银子,就当是做个人情了。 我不救他,我劝陈老板也别救,安元峰一肚子坏水,就是个斯文败类。 而且,他的学问也并不是那么好,花钱给他,就是把银子打水漂了。 对了,那安利福现在怎么样了,许世杰怎么收拾他的? 打他浑身是伤,还要关进狗窝里,不整死,慢慢磨,他不会让自己背负一条人命的。 一点创意都没有,没意思。 安老三的事不是个事,那安元峰的事才是大事啊,他必须去赶考啊。 不瞒小月姑娘,就连我也借给他三百两银子,不过没指望他还上,只想他能今后考上个大官,帮衬我一二。 要攀附现任官员,比登天还要难哪,我只能选这个今后可能当官的安元峰来打点。 姐,不是啥大事? 这些牵扯不上咱们,你绣妆还忙,快回去吧,免得沈老板觉得你偷懒,放心。 自然,我回绣妆去,你们两个在镇子上小心一些啊。 沈老板,我建议你准备好借据,到时候去讨债吧,当然,能不能讨回来,我就不好说了,告辞。 小月啊,我告诉你,出大事了。 高叔喜气洋洋地告诉我出大事了,倒是有趣啊。 嘿嘿,安元峰这次完蛋了,老安家肯定是有牵连,也要跟着完蛋。 他们以前那样欺负你们,这下子倒是痛快了,以前你们没分家,我还不敢宣扬安元峰的事。 现在倒是好了,你们分了家,不会被牵连了,而许世杰还要帮着宣扬这事。 哈哈,哎,小月,你知道吗,逼梁为娼,可是大罪啊。 这许世杰手上还有安元峰逼自己亲妹子去青楼卖身的证据呢。 我只知道安小凤被安元峰卖去了青楼,倒不知道这算是个罪行,看来安元峰这次是在劫难逃了。 你看着吧,最迟明日,这许世杰就会去撞告安元峰,他们已经在找人写状子了。 到时候,安元峰成了被告,从南洋押解回来,定然是强倒众人推。 如果跟老安家还有什么瓜葛,尽快回家去说清楚,要有自询,有见证,万不能被牵迟进去啊。 多谢高叔提醒,相信我,我安小月办事绝不会拖泥带水。 自询在分家的时候,就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,没有人能把这事扣在我头上。 小月,谢谢你,如果不是你,怕是这次安元峰的事情一出,老安家会把我给卖了,甚至卖裸爹娘。 咱们关系这么好,一直是互相帮助,我们二房分出来之后,我当时最大的两个愿望,就是我爹能好起来,和你们能分出来。 连我赚钱都排在这两件事情的后面,好在老天爷开眼,我的两个愿望都达成了。 之前,我还误会你,想着就觉得特别对不起你,那时候,我是太急了,怕我娘出事,想事情也不如你周全。 现在仔细回过头去想,你的做法才是最好的,而且,我也想明白了,是我那天胡搅蛮缠,不仅不帮你,反而还在给你添乱。 你说的那些我已经不记得了。 小美姐,我永远只记得我们二房刚分出来,你把苏小姐给你的手势拿来给我,养了棉被给我。 所以,咱们大房二房永远都是互帮互助,我们要一起富裕起来。 嗯,哦,对了,小月,今天没有给原生找到好先生,也没有看铺子,什么时候再来啊? 看天气,看心情。 小美姐,大伯似乎在做药丸子方面有些没灵性,今天我看到搓出来的药丸子配比还是有问题,基本多数都不合格。 我爹昨天还说呢,他想去帮着捣药,至少他能捣得细碎,而且还捣得快。 唉,我爹知道你的一番苦心,想让我们以后修了房子之后也开个制药小作坊,可是,我总觉得我们怕是不成。 你爹不成,就靠你了,你再继续搓半个月第一种药丸子,做得彻底熟练了,以后我只要给你配方和工艺,不用怎么教你,你都能立马做出药丸子了。 至于你爹嘛,可以慢慢学,实在学不会,有你就成,他可以导药和管理工人。 小月,那都是后话了,我现在其实还挺呆气安元峰这事儿的,咱们分了家,立过字句,就真的不会被牵连吗? 那个陈老板不是也说,安元峰欠银子的时候,咱们可都还没有分出来呢? 我就怕被牵扯进来,虽然不至于被老安家卖了,但你做药赚的银子,我娘刺绣赚的银子,这都是辛苦钱,不能平白给安元峰去还债啊。 小美姐,你就放一百个心吧,那字句写得非常清楚了。 更何况,你知道的,大老爷对我还不错,我帮他妖儿开口说话了,他即便不帮我,也不会反过来对付我吧。 你们要不要去一趟老安家,跟那边通个气,让他们有个准备啊? 哼,还不给他们通风报信呢?二婶儿,你不要太心善了,想想以前,他们是怎么对咱们的? 小美姐,即便现在通风报信了,老安家也没有办法呀,欠了一千多两银子,许世杰还要告安元峰一个毕梁威娼的罪名,安元峰翻不了身了。 老安家还要连带着还债,别说提前一天支会,就是提前一个月,老安家也没有法子啊。 如果现在让他们知道了,只能让他们多受一天的煎熬,今天晚上所有人失眠。 当然,咱们两家分出来了,三房也没人在家,老安家也没啥人了。 那就让他们多叫一个晚上。 爹,大伯,你们去给老安家说一声吧,也算是人之一尽了,但是,可千万别答应爷和奶帮衬他们,咱们的银墙可不是大风刮来的。 爹,你要想想,娘每天辛苦刺绣,眼睛都要熬坏了,再想想,我们每天挫药丸子,手都挫得发酸。 还有,他们是怎么冤枉娘的,怎么在二叔重伤的时候把他们赶出家门呢? 千万要听小月的话,不能随便答应他们什么,咱们绝不帮着还债。 只是安利本和安利柱还没有出门,安成夜和马仕就过来了,后面还跟着四房一家子。 爹,娘,你们这是…… 怎么,爹娘来了,不请进屋去坐坐。 闭嘴,哪有你这样的态度,不会好好说话。 老二啊,你们还真是富裕了,这茶水也喝上了,点心也吃上了,你怎么是不是忘了家里爹娘还经常吃不饱肚子呢? 小月啊,听说你下午也去镇子上了,说镇子上在传你原封哥的事情。 爷爷搞不清楚,你知道具体咋的了吗? 爷,怕是这事会牵扯到你们老安家,你要有个心理准备。 他娘的安原封,这些年用尽了家里的银钱,本以为明年他当了官,我们也能够沾沾光。 沾,沾个屁沾,他这是要了咱们的命啊。 大房二房都分家出去了,如今安利福跑了,沈氏回娘家了,安原封和安小枫都在南养。 这要债的如果上门了,该怎么整啊? 难不成要我们可怜爸爸的四房来还吗?那是卖了我们都还不上啊。 还个屁,又不是咱们欠的债。 他安原封吃喝嫖赌的,咱们没沾他一点光。 这些年,家里的银子全紧着他用,现在倒好,啥也捞不着,还想要咱们还债,没门。 分家,我们四房也要分家,现在就分,马上就分。 对,我们要分家,银子,田地,房子都要给我们分,我们四房单过,那也好过给三方还债。 都给我闭嘴,吵什么吵,天大的事情,日子还是要过。 爹,你已经让大房和二房都分出去了,现在我们四房也要分家。 你马上去找李正,让他过来帮我们做见证。 还不快去,再晚了,债主都上门了,想分家,到时候都分不出去。 就没有分家这一说,老安家就是铁板一块,谁也不准分出去。 大房和二房也都给我回来,只要我这口气还在,就没有分家这一说。 你如果敢踏出这个房门半步,我就打断你的腿,还显不够丢人吗? 对,老安家就没有分家这一说。 都是一家人,遇上事儿了,谁都别想撇开谁。 当初我爹重伤,让家里掏银子买药的时候,爷和乃主动撇开了我们二房,主动提出了让我们分家。 现在老安家贪上事儿了,想把我们再给拉回来,可能吗? 都是一家人,就不能说两家话。 爷,这话就不对了,大房和二房都分家了,有理正作证,我们还有字举在手。 现在这屋子里并不是一家人,而是三家人,如果爷实在搞不清楚,硬要胡搅蛮缠,那我只能说抱歉,咱们公堂尚请大老爷平段。 你,你,我不跟你说,你一个黄毛丫头,你没有资格做主。 老大,老二,你们两个怎么说,这事儿既然老安家贪上了,你们就不能不管。 爹,倒不如把三房直接分出去,也能保证您二老和四方。 二弟说得有理,把三房分出去是保全老安家最好的办法。 爹,到这个时候了,您就别想着安元峰那个混货回来光增耀祖了,就先把三房给分出去,他自己拉得屎,没人踢得擦屁股。 爹,娘,三房这么多年,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,如果不是为了供着安元峰念书,咱家的日子哪里会过得这么苦? 咱们每天吃西汤、花水,个把个月都难见一次婚姓,剩下银钱给他读书,他就在外面花天酒地的。 现在,他还要拉着咱们给他还债,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? 元峰这孩子,这次确实挫大了,但是他毕竟明年还要进京赶考,这事儿,咱们还是要解决一下,毕竟咱们是一家人,咱们总不能看着许师姐把元峰给毁了吧。 而且,这事儿,也是小月的责任。 这事儿怎么就扯到我头上来了?是我逼着他去欠债,还是我逼着他去花天酒地? 爷,说话要负责任啊,这个黑锅,我挨小月可不会背。 如果不是你做药丸子生意的时候,去舍了那许师姐,许师姐又何必要报复呢? 如果许师姐不许报官,熬个半年的光景,你元峰大哥当了大官,那些欠债的别说要债了,怕是还要贿赂他些银子。 爷,既然您硬要把责任往往安小月的头上栽,那咱们就没得聊了,我觉得我应该送货了,你们请回吧。 爷如果觉得我有责任,一切咱们公堂上解,我相信,大老爷秉公断案,自然会还我一个清白。 你居然敢赶我走?你凭什么赶我走?这里是二儿子的家,你一个黄毛丫头,你还做不了主。老二,把这个死丫头给我赶出去。 爹,这个家还真是小月在做主,房子是她赚钱买的,房契也是她的名字。 现在家里吃穿用度花的银钱,也都是小月卖要赚来的,所以我没资格赶走小月。 我爹说的没错,这房子是我的,我下了逐客令,那就必须赶人。 都是自家人,小月名下的房子不就是老二名下的房子吗?老二名下的房子不就是老安家的房子吗? 这房子也值一百多两,小月最近也赚了有几百两了吧。 听说老大媳妇那刺绣做好了,还能赚不少,大家都是一家人,咱们一起凑一凑,先帮这原封还债,把原封这事给摆平了。 等原封明年当了大官,还愁没有银子吗? 小月,你哪儿能拿出多少啊? 我一个童子都不会拿出来,这童子扔到水里还能听个响,拿给安原封的话,那就啥都没了。 我呀,不想巴结未来的大官,我只想没有赚钱,把我们二房自己的小日子给过红火就行。 那,您就别谈我的主意了。 我们大方也没钱,一个字都没有。 这银子,你们给也得给,不给也得给。 我都知道,大方刺绣能买三百多两,二房每票货都是二百两,可能还要多。 那就这样了,大方出三百两,二方出七百两,把一千两债给我还了。 如果还有别的开销,大方和二方一起出。 做梦? 袁生,把黑子牵过来,既然人家不走,就让黑子赶人吧。 伴着黑子的一番狂吠,老安这一家子落荒而逃。 潘晓月,咱们走着瞧。 好啊,爷,那咱们就走着瞧吧。 晓月,老安家明摆着就要把安原封这事跟咱们绑在一起,我怕。 不用怕,咱们有分家的字据,告上公堂咱们也不怕,大老爷一定会给我们做主。 晓月? 噓,贼人已经来了。 跑了? 不,他在观望,我们灯火通明的,他不确定我们是没睡觉,还是故意亮灯。 我们不出声,他肯定会进来,因为今晚是他们唯一的机会。 如果咱们的爹都打盹了,咱就冲出去。 嗯。 不多时,黑子突然狂吠起来,打破了夜晚的计较。 安利本和安利柱立马冲到院子里,安小月和安小梅也迅速跑出来,柳氏和凡氏也都出来了。 顷刻之间,安利柜就被拿住了。 安利柜,你大晚上都不睡觉,翻到我们院子里做什么? 我来看看你们,你又糊弄谁呢? 四叔,为什么狗窝外面有点香的痕迹啊?你点了什么? 这玩意儿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。 那东西与我不关。 有关还是无关,四叔心里很清楚。 四叔连夜去了镇子上吧,有些不一般的香啊,要调查买家,也不算困难。 既然今天拿住了你,明日天亮,送你去官府问罪。 自有差官大哥会调查清楚,不会冤枉了好人,但也绝对不会放过恶人。 别别别,别送我去官府啊。 那就说老实话。 是,是我。 老四,你为什么要这样?难道你觉得我们大方二方昔日里还不够惨吗? 是爹让我这样做的,他说,说你们富裕了,但不肯帮证我们,倒不如把分家的借据给偷出来,让你们跟老安家绑在一起,同坐一条船。 我本是不愿的,我媳妇说了,我们斗不过小月,但爹以死相逼,还说用了迷魂箱,事情一定能够办成。 我拗不过,只能够听他的。 我衣兜里还有两只迷魂箱,我都交给你们,你们放过我吧,我不要去衙门。 把他丢去柴房吧。 别,别管我,我都已经招了,连迷魂箱都给你们了。 四叔,不关着你怎么行?万一我们睡着了,你再来闹腾一次,岂不是分家自举真的被你偷了去? 哼,所以啊,对不住了,既然您来了就别走了,在我家柴房凑合一晚上,放心,我不会收你的住宿费。 好了,咱们都去睡觉吧,大晚上的,说好了我们两个男人手业,怎么你们一个个的都不睡觉? 现在消停了,安心休息吧。 而后就是各回各房了,毕竟半夜丧更的,也不能一直不睡觉啊。 爹,醒一醒,先别睡。 小月,咋的了?不都把安利贵给抓了吗?怎么还不能睡呢? 小月,你的意思是,今晚还有事? 可能性很大,安利贵跑了一趟阵子,不可能只买回来三只箱,我估摸着,人家也不会这样卖。 嗯,也对,安利贵点了一只,交给咱们两只,就算要卖箱,一般都是卖一打十二只,再不计也是半打六只。 也就是说,老安家还有迷魂箱。 对,安利贵这样闹腾一通,让我们误以为基业已经没事了,不会再去提防。 爹,你想想看,如果再有人来,是不是真的就能得手了? 哎呀,是我疏忽了。 小月,还是你考虑得周到啊,爹不睡了,爹去守夜,今晚就不睡觉了。 爹,一个人不成,很容易打盹睡着。 您在堂屋,我在这要事,有动静就一起出来,就别去找大方他们了,都累了。 一闹腾起来,大家伙都不睡觉,明天咋办啊? 那行。 长空城寄满,自作聪明。 爹,大晚上的,您来做什么呀? 爷,大晚上的,何必把事情做得这样难看啊? 去堂屋吧,外面冷。 爹,您大半夜的过来,总不是串门子的吧? 您熏晕我家的狗和老母鸡,确实姜还是老的啦,您比四叔强多了。 我都没想到,竟然一晚上要闹腾两次。 幸好你们零行,否则,真是要麻烦了。 我也没想到,多亏了小月提醒啊。 爷,就算您把分家自聚给偷走,那又能怎么样呢? 分家的时候李正是见证,全村人都知道,何必闹得这么难看呢? 唉,按理说,这大半夜的偷偷来我们家搞事情,我安小月是不会放过你的。 但看在我爹我大伯的面子上,我不打你,也不绑你。 但是您自己扫不扫啊。 站住! 爷,来都来了,就坐下聊聊天呗,反正我们大方和二方今晚就没打算好好睡觉。 我跟你没话聊。 爷,我警告你,这是最后一次了,如果你再敢打什么歪主意,既使爹和大伯都替您求情,我也不会答应。 必然出手收拾你,以老卖老在我安小月这里行不通,我不吃你这一套。 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,把你个傻蛮子养这么大,养成了个人精,现在倒是来算计你爷爷来了。 我就后悔啊,我当初怎么没有打死你,留下了你这么个祸汗。 爹,小月是我女儿,您这样说话,我不答应。 今天这事,明摆着就是您,您不对,何必要责怪我的女儿。 爷,您这自己一个人走,不去看看您的四儿子,他可还在柴房里关着呢,他给您办事,您不去救他。 疯了你,四叔。 爷,您让我放人,总要给我一个放人的理由吧。 您让我做什么,我就做什么,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? 要么您花银子熟人,不多,十两就行,四叔也就值这个价了。 要么,明天送官府,这入夜翻墙入室的,还用了迷回箱,可不是那么轻易能了结的。 而且,我相信,在大老爷的面前,四叔什么都能招出来。 你,你明知道家里,现在最缺的就是银子。 就是知道您缺银子,我才只要十两的,银子拿来了,这事就了结了,只要你们不再耍出什么幺蛾子,我们就不追究今晚的事情。 但如果没有银子给我们押金,那我们这么多人一晚上瞎折腾不睡觉的,变了一肚子的气,总要讨个公道才是,衙闷是个好地方。 好,我给你十两银子,把暗利贵放了,我马上回家拿银子。 不行,银子拿来了才能放人,现在让你们走了,怕是这十两银子永远都拿不着了。 难不成,我还会赖账? 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,也都能做出这大晚上翻墙入室的下族事情。 我自然不得不防着你,你还别说,我还真就是担心你赖账,反正私了的条件我开出来了,我觉得不算苛刻。 一手给钱,一手放人,这很公平嘛,要不咱们让李正来当个中间人。 好,我给你拿银子去,当你拿了银子,就给我闭嘴,今晚的事情,一个字都不许说出去。 只要爷不再来找我们麻烦,我们都不是多嘴的人,总不能你们每次来找茬,说我们的是非,而我们就要闭口不言吧。 小月,你竟然还能额一十两银子啊,你厉害。 爷和四叔这事不好办,我也懒得闹大,一旦船开了,我们绑了爷,捆了四叔的,对爹和大伯的影响也不好,给他们一些教训就是了。 而且,我想今晚他们不敢再来了。 就算他们不敢来了,我也要守个通宵,小心没大错。 银子拿去,把老四给我放了,真是不要脸,自家人有难不帮忙,还要窝里斗,你们就是要炸干老岸家,你们心里才舒坦。 谁不要脸,谁心里清楚,谁一直在压榨谁,谁心里也清楚,自家人有难,把自家人赶出去的,全村人都看得清楚,老天爷看得更清楚,放人吧。 马氏心里憋屈,但安诚也说了,不许把事情闹大,不能让村里人再看笑话了,他也只能不再言语,带着安丽贵灰溜溜的离开。 娘,今晚咱们都熬夜了,没有睡好,咱要吃好,这十两银子,咱们明天打牙计,去镇子上下馆子,顺便看看老安家的热闹。 那家里就不管了? 有三才叔和孙叔帮衬着,出不了乱子。 太困了,我要睡一觉了,他们肯定不敢再来了。 嗯,小月,我信你,你说他们不敢来,他们肯定不敢来,我也会去睡觉。 女人孩子都去睡吧,我们兄弟两个,今晚还是守着吧,而且,连续闹腾了两回,睡也睡不安生,心里不踏实啊。 小月,小月啊。 李正,这一大早的,您这是……哎,这不是沈老板身边呢? 是我,阿湘,安小离回家了吗? 没有啊,我姐没回家,也不可能回家。 我姐发生了什么,她什么时候不见了,最后看见她的人是在什么时间,什么地点。 一大早起来,我还看见她在惯喜呢,只是到了吃早饭的时候,就没看见她来,还以为她有什么事耽搁了呢。 但是到了开工的时候,她还不在,我就觉得她是有事儿。 我们里里歪歪找过了,安小离肯定不在绣庄,也不在绣庄附近的早餐摊,或者是别的商铺。 我们老板说,让我马上来白沙村看看,一方面想着她是不是回家了,另一方面,也是如果她不在家,也要给你们知会一声。 而且,老板的意思是,找不到人就去报官了,这不是小事儿,镇子上丢年轻姑娘的事情不少,不能耽搁时间。 爹,你快去套牛车,我们马上去镇子上。 大伯,你俩套牛车,慢慢去镇子上。 我和我爹接高地主的马车,马车更快一些,这事儿怕不能耽误。 不用接马车了,我就是搭绣庄的马车过来的,你们坐我的马车,就停在李政家门口。 只是,搭不了这么多人,后面要来人,还是要坐牛车。 爹,娘,我们三个先去,大伯,麻烦您后面带着袁生也过来,找不到的话,就在绣庄会合。 您帮我去给高地主带个话,拜托他调动人手,帮我找我姐。 成,你们先走,我会办好的。 小月,用不用留下一个人在家里啊?万一是被绑架了,人家来索要书籍,找不到我们,那就麻烦了。 爹,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?除了他们,还能有谁? 那我们不去老安家吗? 他们绑了我姐,自然人都在镇子上了,妥妥的不在家。 而且,他们也知道,我们今天肯定要来镇子,他们就在镇子上等着我们呢。 难不成爷和四叔到镇子上绑人,还留下女儿孩子等着我们也去绑吗?他们也又不是傻子。 那现在怎么办呢? 两手准备,第一,拜托高地主和陈老板帮忙找人,并且第一时间报官,让大老爷派差官出动,能救人是最好的。 第二,放出消息去,只要放了我姐,什么条件都好谈,让他们知道,虽然咱们赚钱也不容易,但姐的安全更重要。 如果救人不成,他们要狮子大开口,我们就算是凑,也要把银子给凑出来。 是啊,小黎不能有事,咱们家这才过上好日子,怎么能? 你,你们真是心里有谱了,是什么人? 狼心狗妃的自家人,阿翔姐,谢谢你来报信。 谢什么呀,你姐是我们绣装的人,她平白丢了,我们也着急啊,就是不知道,还需要我们绣装做什么,我们老板说了,会想尽办法帮忙找人的。 能帮着找,就帮着找一找,然后我需要你帮我们去报官,我们人手不够,你们大老远的来报信,我已经很感激了。 快到镇子上的时候,安小月又开始分工了。 阿翔,拜托你马上去报官,就说绣装丢了个学徒,告诉大老爷,丢的这个学徒是白沙村安小月的亲姐姐。 爹,您马上去高地主的米铺子,那里的掌柜认得您,拜托他把能调动的人手,都给调动起来,帮我们找人。 娘,您去庆园茶庄,去二楼能看见大街的包间,把那里当成我们的联络店,在那里等消息,所有人有了线索都在那里告诉您。 而且,那里离衙门和修装不远,更是方便。 我会先去找陈老板帮忙,然后我要去一趟安玉秀的婆家。 老安家要搞这种事情,很可能找过她。 老安家,这个梁子就算是劫身了,等我救出我姐,这个仇我必须报。 早知道小梨会出事,昨晚我就不会手转,就听了小月的话,把老安家的人都给对付了。 小月姑娘,我去报官的时候,要不要跟大老爷说,你们怀疑是老安家的人做下来的这事? 嗯,告诉大老爷,这样才能有的放适。 还有,一定要告诉他们,丢的学徒是白沙村安小月的姐姐,这一点很重要。 嗯。 嗯。